他这是故意的吧 什么黑色网纱 大亮片大露背的 这是给人穿的吗 他这是在故意刁难 他愿这样 我也应该证明给他看 还证明什么呀 他都这样羞辱你了 离他干嘛呀 欺人太甚呗 你看这个颜色可以吗 嗯 川芳 出来 干嘛 跟我出来 我没空 干嘛 就等着打脸吧 我把你估计的 找我来 你带我来 你带我来 要去哪里 你带我来 你带我来 我去哪里 自己带我来 他就带我来 要是带我来 你带我去哪里 别咱们去哪里 相当我来 没有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也不是听你解围 我怕你们搞得太难堪 虽然你今天带我到这儿来兜风 但是我跟Luna之间的事情 一码归一码 别想都有时候 我带你出来 没有想缓和你们的关系 我就是觉得 你今天在那儿被欺负得 有点可怜 带你出来安慰你一下 正邂逛 其实我跟Luna 我们两个是合作关系 不是男女朋友 跟我说这干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现在跟你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就是想跟你说 我们两个就是签了一份合约嘛 为了各自的利益 就这样 你很喜欢做设计啊 我今天看到你设计那个礼服 从朋友的角度讲啊 客观的角度讲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上升空间的 什么意思 确实不太好看 你要知道 跟国际大牌的高定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吗 你的意思是我设计不出 让他买一个礼服 我 不是 我懂你的意思 我知道我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有问题吗 没问题吗 你做设计师啊 不是说你会画画手稿 会拆拆布就叫设计师了 那叫裁缝 对吧 设计师要的是什么 设计师要的是有自己的理念 要给自己的品牌 注入自己的灵魂 而且你要让你的消费者 感受到你的这个心意 不然怎么叫设计师呢 宋先生对于这些理念 说得倒是一套一套的 确实你们公司理念 打得是挺好的 但是从选择材料到整个设计 都没有给客户任何舒适感 而且你们的设计 已经很过时了 估计很久没有做过市场调查 还有一个缺点 我不知道说了会不会上你的心啊 你们的那个网站 用户体验感极差 好 谢谢你带我到这儿来 你还在忙呢 睡不着 你还在死磕露娜呢 我知道她在耍我 我也知道我很轴 但我就是想让她知道 我能够设计出很好看的礼服 不管她需不需要 做不做是我的事情 不能让她们看遍我 原来还在跟宋林赌气呢 有的时候想想她说得也挺对的 但是呢我又不能因为她说了我几句 我就放弃 反正怼我的人多了 她算老气 她就是喜欢你这股可爱件 你要是真想证明自己有两把刷子 就应该好好想想怎么发展自己 把你的衣服拿到我店里 让更多人看见 也不影响你的线上销售 真正有特殊要求的客人 对服饰和首饰 也需要私人定制 真不是帮你啊 这叫双阴 嗯 想不到你这脑袋瓜子里 我点子还挺多的 那当然 就这么定了 我今天睡觉了 累死了 你也早点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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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